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10月25日会就高铁一的良检方案向立法会提出无约树立议案,陈盘提供广山港高铁香港段预计明年第三季开通,但香港民间对港府提出的一的良检方案争议不断,香港特区政府突然在星期二宣布将就高铁一的良检方案向立法会提出无约树立议案, 希望民主派议员支持,民主派议员则不满港府的做法,称其只会令争议升温。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行政会议前表示,10月25日会就高铁一的良检方案向立法会提出无约树立议案,争取议会支持,尤其是一直反对方案的民主派议员的支持。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社会上有很多讨论,有很多调查,基本上反应仪的良检方案或过半数市民的支持,市民亦不担心在西九总站进行仪的良检,会破坏一国两制或违反基本法。 林郑月娥声称有信心议案能获大笔数支持,之后就会正式启动7月公布的三步走程序,包括与大陆相关机构达成全面合作协议,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及确认,展开本地立法工作,在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通过。 最终落实意的良检,民主派议员指政府不肯就方案进行公众咨询,却突然宣称方案获得市民支持,并将提交立法会表决,士气突立。 用立法会内建制派人数占优势来通过议案,此种做法只会另一个良检争议进一步升温,不负责任。 公民党议员陈淑庄说,短短三个月就要求立法会议员就这个违反基本法的一个良检去表态,这是非常的不公道,而政府官员只来过立法会讨论两次。 陈淑庄强调,目前政府的方案在民间反对的声浪越来越大,相信民主派议员会投票反对议案。